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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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教里面常说的舍法界 一般在讲习里面介绍 这个舍法界多半是指苏婆世界的舍法界 华言经此地讲的呢 那就不是一个佛世界了 是讲 遍法界 虚空界 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舍法界 种类太多了 没有法子想象 我们把范围缩小 我们今天只讲这个地球 地球上种种都种子 在我们地球上 也是流转于四方 那么在这个地方 首先呢 我们要把众生这个名词 做个简单介绍 众生不是说人 人是说于众生 但是众生不是说人 这个话怎么说呢 生 就是生起的现象 我们这个人生是个现象 这现象怎么生的 从哪来的呢 那就众生 众生 众云 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就像说众生 众云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十十多多的条件 居足之后 这个现象就发生了 少一个条件都不能发生 佛家讲远 我们今天讲条件 现象之发生 华言经上说 哪怕是 一个小蚂蚁 一粒小微尘 我们肉眼都看不见 佛家 无量因缘 才生起 哪有那么简单 无量因缘 而生起的 这种极其微细之处 现代科学都没有它了 今天 科技 特别是物理 走向两个极端的方向 一个是往大 我们就讲太空物理 无限大 一个是走向小 走极端 量子 研究原子 电子 粒子 现在又发现 比粒子更小的 物质还存在 夸克 那这个歌 华言经里面讲的太多了 华言经讲这个大 那我们现在太空物理跟华言经比较呢 那叫大物件小物 华言经历 华言经历真的是不可思议 就是以量子力学来说的是 跟华言讲的是 还是大物件小物 科学怎么研究 很难有实际的用途 华言经历 那个作用就微妙了 大小不二 极小的未成的黎明 有实际 这个世界跟外面大世界一样的 大世界没有缩小 未成没有放大 居然无二无比 未成里面有世界 那个世界里都有一切祝福 菩萨一切众生 跟我们这世界一样 科学家虽然有这种说法 说是有一个无形的世界 跟我们这个世界和反面的世界 有这个说法 佛法不说无形 也不说反面 佛法说世界是无如成精 那个既小世界里面 那个里头还有微尘 那微尘里又有世界 重重 不尽 那我们这个人生 佛神 每一个世界里都对 我们这一段快讲完了 下面那是光照十千世界 里面又会看到 文殊斯理菩萨 又会看到 金色世界 又会看到 不动之如来 文殊菩萨 无量无边 哪个世界都有啊 那我们有没有呢 有 还微妙呢 每个世界有六道 每个世界里头有我 我生 一切世界里的 我统统都生 我要死的时候 所有一切世界的 这个我生都死了 妙不可言啊 你没法子想象啊 什么道理呢 佛法里头 一个说语叫 法二如是啊 自信本来是这样子的 这个不是有违法的 不是人制造的 就是 唯心所信 唯实所灭 这个是的作用太大了 所以一迷一切迷 一决一切决 一戒一切一切 一切戒 这个意思 恨生恨生 一般读华严经的人读到这些句子 实际上这些句子就真正的意思没办法了解 你能够了解的也只是皮毛而已 哪里知道重重无尽的法界 而且的法界确实没大小 确实没有先后 真的时间跟空间在此统统都没有 这叫一阵 时间跟空间上梦里都在有 你的时候有 决的时候没有 所以我们六根的能力 只要是聚而不明的时候 你见 见的是变发界虚空间 听也是听的变发界虚空间 无量无边的插头 现在科学家讲 无量无边不同维持的空间 你都能看见 没有障碍 这个里面所有一切音声 你都能听见 那是不是太吵了 太暖了 这个很奇怪 你想听就听到 不想听就没有声音 正像我们用收音机一样 我们想收听哪个频道 打开这个频道的按钮 就听到这个频道 其他声音听不到 想听另外一个声音的时候 再按一个按钮 这个地方声音又听不到了 那个想听的声音就先听了 我们现在用机器 发心里头不需要用机器 我们身体就是个机器 这个机器非常灵敏的 那我们在一生当中 使用这个机器 好像只使用了一两个频道 很可惜啊 而不知道 我们这个机器是万能的 无所不能的 现在我们迷失了 不会用 就正如同我们现在 最先进的 摄影机 最先进的 这个电视 我们没有见过 没有学过 拿的时候 不会用啊 有人给我调好 告诉我们一个开关 打开 就是这个频道 我们会打开 不想看了 关掉 频道没有了 再打开 还是这个频道 就不懂得换一个 我们现在这个 六道众生呢 是在讲 就变成这个样子 不知道这个机器 万能 佛菩萨知道 你看佛菩萨 随内化身 我们这个身也千变万化 现在一个能力 丧失了 丧失了 迷失了 不是真的丧失了 经上讲得很好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 智慧得相 我们的智慧 跟如来 无二无别 我们的得 得是能力 能力 万得万能 跟诸佛菩萨 也没脸 像是像好 像好就是 我们今天讲佛菩萨 佛菩萨跟诸佛菩萨 也没脸 迷失了自信 智慧 能力 佛菩 全都没有了 现在在六道里头 想的这点佛菩萨 是什么 是临时修的 告诉你 这不是本有的 本有的太大了 不可思议 临时修的 就好像是 打零工 赚一点钱过日子 过得很辛苦 本有的是 本有的是 你家里头有金矿 有银矿 有无量无边的财宝 可是你不知道 所以你一分钱也拿不到 不知道是自己是宇宙之间第一个大富翁 不知道 现在过这么苦的日子 所以佛经上常讲 可怜您的 你真可怜 你要是没有过这个辛苦日子 那说你可怜 那是挖苦你 那是不可以这样说的 那讲得太过分了 你家里有无尽财宝 你在这打工 你不是可怜吗 这佛说话 很风趣 很有味道 很有我 流转于舍方 这是讲轮回 六道里都轮回 是流转于舍方 而六道又通 遍乏界 虚空界 所有一切诸佛常 他是通的 所以经上常讲 地狱的寿命常 那这个世界 坏掉的时候 那怎么办 世界的寿命 并不长 世界就沉住坏空 尤其是局部 你想现在科学家 观察 太空 发现大星系里面的小星系 小星系里面的行星 恒星 常常发现 有爆炸 爆炸着 恒星爆炸了 像太阳 太阳如果也爆炸了 太阳系 所有的行星都没有了 都会消失了 这是一个小星系的 生命 几乎在太空当中 天天都有 小星系的 生命 这个地方没有星星 没有星系 突然发现的时候 有星 星星 生了 这就看到 星系的 生命 所以世间无常 过途为璀 今天科学 人造业的业报 这星系的变化 也是众生的业报 所变现的 这不是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是永恒的 里面没有生命 住在这个里面的众生 你像华藏世界 我们在华严界上看到的 极乐世界 里面都给我们写 那个里面的人 都是无量寿 阿弥陀佛无量寿 所有一切 生到极乐世界的人 都是无量寿 不但人无量寿 里面的树木花草 也是无量寿 我们这边的植物 春生下长 秋天就凋零了 冬天树叶都落了 都哭了 春天他又发芽了 他随着季节产生变化 七方极乐世界 没有 树永远是那么陌生 永远是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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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的 美好 树叶绝对不会有一片树叶枯了 掉下来了 没有 所以这个地下的时候 一尘不染 西方极乐世界的地是流利 我们人都喜欢绿色的 极乐世界的地也是绿色的 流利就是我们现在世间人讲的 肥萃 绿色的玉 透明的 极乐世界的人走在地面 可以看到地心 看到地底下 黄金为地 那是铺路的 也有道路 马路 他那个马路里头没有车辆 我们这里把黄金 把这个肥萃都看得很宝贵 肥萃在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我们的泥土 黄金在西方极乐世界 就是我们的北马路 那边的宫殿 就是居住的房屋 建筑的材料都是切剥 自然的 不是人工造的 但我们出家了 我们喜欢住个小茅棚 茅草屋 西方极乐世界 油啊 随心所欲啊 那个茅草是什么 茅草都是珍宝 那不是真的茅草 真宝啊 我们家乡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们住想想 我们住的是茅草屋 上面盖着稻草 你到西方极乐世界 也会看到稻草 那稻草一根一根 黄金 那土墙啊 土墙都是珍宝 唯心所欲 心心里面是无量无边的珍宝 人相貌之好 我们想象不到 我们怎么画也画不出来啊 这个世间人 贵人 贵相 这个相书里面记载的贵人贵相 就32相啊 80种好 古人呢 古印度跟中国都是这个说法 所以佛在这里献相呢 就完全献 你们觉得是什么相 他就献什么相 而实际上啊 大臣经上告诉我 祝福报徒 就是舍报状元徒 里面的相 身有无量相 相有无量好 你想不出来啊 你怎么能画得出来 我们能画得出来 是我们凡夫 凭凡夫想象啊 哦 是这个样子 实际上跟那个 实际上 那不能比啊 众生的意思 我们要懂 他的意思就是 众云活活而生起的现象 人 是一个现象 所有一些动物 也是现象 植物也是现象 矿物也是现象 这个大自然的 静观 也是现象 都是众云活活活而生起的 虚空伐界 也是众云活活而生起的 统统叫众生 所以这个众生 这个意思就是把整个宇宇宙里的所有一些现象 统统都包括了 六转与舍方啊 那么说了方 舍方 当然在我们舍法界里面 舍法界都是凡夫啊 这个六道里面是内凡啊 众生法界叫外凡啊 他没有见信 没有见信 就叫凡夫 见信是谁 设法界里头 有空间 有时间 空间 空间 时间 也是众云活活活而生 你就晓得 这个种种 助众生 这一距离都包括多么大的范围 多么深广的 意趣 第三句是如来不分别 这一句话重要啊 既然不分别了 那你还会有知处 如来 硬化 在舍法界 跟舍法界的众生 活光同臣 视线跟他完全一样 外表一样 实际不一样 外表一样的时候 才能度众生 度脱无边类 外表不一样 你就不能度 里面要跟众生一样 那就完了 那就被众生度跑掉了 哪里能度众生呢 里面不一样 这里面不一样呢 硬化在舍法界 他自己实际上是住在一阵法界 舍法界跟一阵法界不二了 中风禅寺思想啊 此处就是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就是此处 极乐世界的菩萨 极乐世界的菩萨到这边来映画 跟我们在一起 他住的极乐世界 我们住的苏婆会图 他能看到我们的会图 我们看不到他的精神世界 他看此地这个山河大地 树木花草的时候 跟西方极乐世界 无二无别 岂不是静随心转吗 为什么他看的是这样呢 极乐世界是变法界 虚空界 心情境 你就见到佛净土 我们今天见不到佛净土 怪事业 不能怪人 怪自己 心不清净 妄想分别执着 把我们本来灭目 张开住了 你说这个多可惜 你说多可怜 诸佛菩萨没有障碍 没有障碍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 他不起心 他不动念 不分别 不执着 所以真正会修行的人 修什么 就修这四个步 四个步你都圆满 做到了 相应了 恭喜你 你成功了 话说得很容易 说得很简单 你做不到 这四个步 要从哪里开始呢 要从不执着开始 不执着是最粗的烦恼 你为什么天天会生烦恼 就是因为执着 你要不执着的时候 你的烦恼会去掉一大半 如果你再能做到不分别 那几乎你烦恼就断掉了 真的 尽私烦恼断 沉沙烦恼断 所以你要是还是有执着 你出不了六道 对什么执着呢 这经上讲得很好 种种注重色 种种注重生 统统都不能执着 所以那个众生的意思 你一定要清楚 众生的意思 就包括了整个宇宙 我们常讲 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统统不能执着 佛法呢 也不能执着 所以佛在经上才讲 法上应时 何况会法 法是佛法了 说这个意思就是 佛法不能执着 佛法是将解脱的 执着 你就不能解脱了 所以金刚经上取的比喻 佛讲的比喻 讲得好啊 好比渡船 这个渡火 渡火 用个小船 这个小船是什么 就是佛法 那是个工具 过了活了还要不要呢 不能要了 你要写期 你才能登到 彼岸 你要是执着 不肯写期 你永远 达不到彼岸 此案 是六道轮回 彼岸是极乐世界 我们用这个 浅显的比喻来说 你要是执着的话 你永远 不能到极乐世界 你永远 还在 娑婆世界 搞轮回 你怎么能执着 法上 应时 忽狂 佛法 佛这句话 讲得好啊 什么都不能执着 你的清净心 才兴起 清净心 是真心 清净心 不但生智慧 清净心 神进土 心进 则佛土 静 菩萨 硬化到这个世界来 为什么 他看这个世界 山火大地 清净 一成不然 他心清净 静随心转 现在就是 将文圣 博士 给我们实验出来 科学的方法 实验出来 静随心转 我们 深信 不疑 所以我对他的贡献 很感激 难得 我们也交了个朋友 如来 不分离 一定要用如来 又不执着呢 不执着只能超越六道 不能超越十八界 六道外面 是声闻 圆觉 菩萨 还有佛 这个佛 就是天台家 所讲的 藏教佛 通教佛 弦守大使 五教里面 所讲的 小教佛 实教佛 在天台 六级位里面 相四位 不是真的 不分别 就出了十八界了 真佛了 这个真佛 从原教 出著菩萨 发神大使 破一平无名 正一分发神 正佛 正佛就交入来 所以 原教出著菩萨 也交入来 他可以 在设法界 用佛的身份 出现 应以佛神 而得度者 他就现 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就现八相成道 出著菩萨 就有这个能力 实现 分别断了 与 变法界 虚空界 种种 助众生 不分别了 那当然 更没有这处 你要是真会用功 真会修行 我们用什么方法修呢 用持明念佛 持明念佛方法 我们六根 接触外头六尘境界 才动一个执着的念头了 纳慕阿弥陀佛 纳慕阿弥陀佛 用这一句套 阿弥陀佛 把那个执着打掉 才有分别念头起来呢 纳慕阿弥陀佛 把分别念头打掉 方法了 这个方法 八万四千法门 就是八万四千种方法 这个方法 最殊胜 为什么 最简单 最容易 男女老少 都行 问题 你会用 用在哪里呢 就用在 起心动念上 念头才起 古人家呢 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起心动念 就是起 分别执着 这些念头 当然会起 不起 你就不是凡夫了 不起 你就胜人了 你是凡夫 你肯定会起念头 起念头 不怕 怕的是觉悟才吃 这一句佛号就是觉悟 我马上把这一句佛号提起来 把这个忘念 这都叫妄想杂念 去耳耳带止 心里头 念念呢 阿弥陀佛 这叫正念 念念是阿弥陀佛 这个方法好啊 你要是真的叫五念呢 五念做不到 五念的是什么 法身菩萨才做不到 我们做不到 我们只有用阿弥陀佛这一念 代替 所有一切妄想分别制度 这就会了 这个样子 整个 你干上三年 你这个心里头 一片都是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呢 分别制度都没有了 要恭喜你 你得功夫成片 你得念佛三密 就是功夫成片这个本事 你就能够自在往生极乐世界 生极乐世界虽然品位不高 不要紧 极乐世界是平等世界 你生凡身 你生凡身同居图 极乐世界 一生一切生 因为他四土在一起 同居图 方便图 十暴图 激光图 他融在一起 所以叫一生 一切生 这个事不可思议经济 设防一切诸佛 插图里头 没这个情形 世增 没讲过 唯独极乐世界 特别 现在真平等 这个是当人的信德 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加持 是这个无比殊胜境界 所以 社佛一切诸佛 赞叹阿弥陀佛 是光中极尊 福中之王 福佛道同 福佛平等 哪有之王呢 这是诸佛对阿弥陀佛的赞叹 诸佛赞叹的用意 我们很清楚 很明白 就是劝我们 鼓励我们 求这净度 真正目的 这是礼物 我们明白了 要真感 不要辜负祝福 对我们的一番好意 这一番好意 是无比的恩德了 不可以错过 要真感 你要干多久 才能有成就呢 一般讲三年 三年就有成就 你不干 那就没法子了 所以小道场 小毛棚 是最好修学的环境 万云放下 一行相复 功夫能不能成功 就是看你放下多少 你要把执着方向 什么都不执着 什么都好 我以为一样不好 说这什么 随一切众生的缘 说这自己什么 完全没有成绩 你就不会受 境界的 干扰了 你还有稍稍分别执着 你必定受 外面境界的干扰 也就是现在人家 外面境界控制 这个境界 我在前面 跟诸位讲过 什么是佛 什么是魔 你就明白了 你不是像佛呢 你一定是被魔控制 他干扰你 你一切要听命于他 你不敢违背 违背他 他控制你 但是你要是 分别执着 统统放下了 他就没法子了 没办法干扰你了 没法子控制你了 你就真的要泄脱 你心得清净 清净心生智慧 清净心生福德 这个就不是打工了 不是做小买卖 赚钱生活了 这是已经通了 你自家本有的宝藏 自自然然 显不出来了 智慧德相 是你本有的宝藏 很可惜 妄想分别执着 这三观 把你障碍住了 那么这个三个观不是别人设的 是你自己造成的 无量皆迷惑颠倒造成的 所以 解灵 还需洗灵人 你自己造成的 你自己去解决 你自己去解决 祝福如来 虽然有神通道理 有慈悲 没有办法把你解开 这什么道理 这什么道理呢 三十七年发誓 幸福众生 三无差别 这个力量是均衡的 众生就讲业力 地藏经上常说 业力之大了 能抵许米 这是什么力量 这是真正的根源 是自信 你迷了自信 迷了自信的时候 那个自信 产生出来的力量 是歪曲的 扭曲的 扭曲的力量 还是不可思议 一定要求 这个力量 回归到 本位了 回归到正常 回归到本位 回归到正常 就是佛菩萨 我们明个这个道理 云子 我们通大了 现在差点 是功夫 真实的功夫 没有别的 就是放下 我学书 我学服 比一般同学 比一般道友 我们同辈分 同年龄 舒适 舒适 舒适一点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老四 所以老四 对于我们一生 修学的 成败 成败 他是关键任务 你们学 阿南问世佛 及兄弟 佛在这个经文开端 就教你 劝道你 要亲近 明思 华阴经 文殊 文殊菩萨 教善才 要亲近 善友 道理 就在此 我遇到 张家大使 张家大使 一开头 就教我 看破方向 直接了当 真正是 一丝毫 委屈向 都没有 直接了当 教我 看破方向 看破是明了 了解 四十真相 可是 你要不放下 你永远不能明了 所以放下 你才能看破 看破 又帮助你 更放下 放下 又帮助你 更看破 所以 菩萨成佛 从初发心 到无上道 修学真正的纲灵 就是这个 看破放下 相扶相成 看破帮助你 放下 放下 又帮助你 看破 像这个楼梯一样 一层一层 往上伸 从初发心 到如来 就是这么简单 我自己感觉的 非常幸运 遇到这个老师的时候 一开头 就把这方法 传给我 当时 我那时候二十六岁 老师那个时候六十岁 六十还是六十一岁 我向他老人家请教 看破放下 从哪里下手 他告诉我 不是 不是什么 是呀 真放下了 身外之五 身外之五 要能放得下 没有丝毫留念 然后把那个念头也放下 你的心底才清净 念头不放下 你心目不清净 就彻底放下了 这个样子 你就能度脱 五无别略 自己修行成就了 救度了中心 自他不二了 为什么 因为你的形象 这叫身教 一切人看到你了 他受感动 没有看到你了 听到传说 一个传一个 又传一个 大家都知道 你能得大自在 你生活得很快乐 很幸福 都想跟你学 你有智慧 你有佛报 从哪里来的 看破放下来 看破是智慧 放下是佛 那么我们学佛 53年了 通过53年的实验 那这都科学方法 实验呢 果然灵验 跟佛经上讲的一样 跟老师说的一样 智慧增长 德能增长 佛报增长 这向好就是佛报 佛报增长 世间人所求的 第一个是佛报 第二个是聪明 第三个是健康长寿 我们没有求 但是怎么样 自然得到 这就通过 53年的实验 一点都不讲了 好 这个 这首季 我们就讲到此地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 我们就讲到 很不笠 我好 是 就不讲 我好 你 我好 我好 感谢观看